第四位 就是肌肉脸的走腕 不是取决于说你站着远近 实在于身体还是深厚 明白吗 比如说我站在这 点在这也是也叫腕 比如说我推这么远 点在这它也叫走腕 明白了吗 先说你可以往下 我点腕就行 动脚先找手 动 对 动脚 动 动 对 脚离 然后别的继续蹭 动 你先不隐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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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对 再来 先不隐屎 直接动 对 对 我学你啊 再讲啥 这就只能是死的节奏 看我 怎么了 我把手套好 我把手套好 好 哪都不一定跳的 当你就跟人生那个骑不走一样 就是当你走的时候看走 走 然后 这个腿正往你迈的着 告诉你 抬右腿你怎么抬 能抬得了吗 你这边还没着抬你怎么抬抬不了 所以你看走 抬右腿 哈哈哈哈 走走 如果我没有手的话 如果没有手手不动的话 走 走 抬右腿 怎么了 你这要做几个工作呀 你如果两个人这样做几个工作 就本身你是正着走 对吧 突然间让你抬支撑腿 你在抬的时候 你手动不动 动吗 不动 那你不动的话 然后再走吗 再走怎么办 顺拐了吗 顺拐了吗 顺拐了 那对吗 顺拐了对吗 就是你想你看你想走的时候 就是什么叫没有负担 就是你在一动动动脚底下 不反不给脚底添乱汁 当你一抬走以后 你看你还能抬掉 尤其拉的时候 对吧 所以说我索性我就不抬 我走到这了以后 倒出来直接就拉了 这样保证你的动作简单 结果也简单 明白了吧 就本身啊 打球首先一个是脚底步伐 对吧 找位置 而拉球 说说所谓的这个点早点晚 包括更集中 但是最主要的是节奏 如果节奏如果都不好的话 不对的话 你没办法集中 就是你所有的力 没法把它一起去 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我就索性我就不拉手 然后就直接跳脚 跳脚 不拉 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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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练的时候 记着就是一定不要过于追求去速度 其实你脚底还差很多东西 对吧 脚 除了是找位置以外 还是调整节奏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脚底又为什么医师要求脚底也不好 你脚底虽然跑得快 对吧 但是你跑得不顺 所调专业教练讲 跑得不顺 你跑得不顺以后 你节奏 即使你到位了 但是节奏对不上了吗 也发不出力了 所以说跑步法更要跑得合适 更要跑得合理 而不是在于你跑得快慢 明白了吧 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你我到位挺快的 你你会发现你怎么 通了通痒了 那就证明了 就跟人走路是顺乖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脚 手 脚 手 本身打球他就有一个叫脚 手 这样的话你脚撑入地以后 你的重心才能发生你 明白了吧 就先一手了 脚脚 对 脚脚 对 脚脚 对 然后脚底加上重心交换 所谓重心交换 对吧 怎么倒脚 再来 对 再来 对 然后你的重心交换呢 看 重心分两种 一种是低重心 一种是高重心 在没改球之前 可能更多大家都用的是高重心 明白吧 现在呢 你现在是低重心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低重心 他腿是要有力量的 而不是说我为了低重心 我就直往下趴 明白 然后这个腿是蹬的 往斜上方 该蹬蹬 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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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后边脚要跟上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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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底下 之前我说了一个 就是脚底下 更多的要什么 要频率 对吧 节奏 节奏完了之后就要频率了 那你脚底下能不能再加频率 脚底下能不能再快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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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